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EETV的《九人講事》 今集比較關注英國,終於證實了一個英國人感染了伊波拉 當然香港更加要關心,因為香港和英國有很龐大的商貿利益 港英的關係都密切,香港機場都有很多直航機直飛英國 英國和香港的關係都親密,我們更加要關注伊波拉這件事會不會進來香港 尤其是香港政府的態度不屌不醒,不說不動,不踢不動 我覺得是十分恨真的,尤其是局長那些甚至說 世貿不允許標示,不允許警告,我就不會有任何措施 其實這件事是否即是說你是女人,有一個人強姦你 插了羊具,入你的陰道道,你才反抗呢? 這件事才構成他真是非禮你,真是強姦你,你不會預防 你整件事是直接被人摸,不切防被人摸 這個態度是非常噁心,對香港人是一個侮辱 我們再看看我們鄰近的國家和地區,澳門政府 都說明那三個最嚴重的西非國家的護照 進來是一定要隔離和安檢才讓你進入澳門市區 這個手法很快和做得很好,完全是兜巴在特區政府 中國政府的態度都好像散慢一點,其實我不乖 因為中國政府工作的效率一直都低,真是希望中國政府 在國內的監察和監控會做得好一點,因為其實國內 在廣州,很多地區都有黑人,因為其實很簡單 你中國人,日本人,亞洲人,中日韓,香港人,台灣人都分不到 你那些飛車是甚麼國家呢?希望中國政府的把關會做得嚴格些少 香港政府都不可以鬆懈,尤其是重慶大廈,這些比較多 南亞裔人士聚集的地方,還有那個意識要提過 香港政府的意識提過,因為我見到他扶那個人的時候 又沒有戴口罩直接去摸他,我們台有波士說明 有體液是會傳染的,體液是包括我的手有汗的時候 他已經傳染給我,幸好那個人是沒事,若果那個人有事 我們醫護人員的認識都不高,希望特區政府很簡單 你現在教人家怎樣預防都應該做 你是懶得連教都不去教,你拿幾十萬人工 你坐在那裡喝冷氣,你吃屎吧,你真是 你真是寄屎比亞蘇錦糧都不夠,真是寄個伊波拉病毒 看給那個甚麼高永文,阿雞珍,阿雞珍可能亡 阿雞珍可能亡,阿雞珍想不到香港 但是阿雞珍,你睹下你那些師弟師妹,屌你那個不屌不動 完全離譜,完全是妄估七百萬香港市民的生命安全 希望特區政府最簡單,假裝演戲,都做個宣傳小冊子給我們看 我渴望在這個星期或這個月收到你的小冊子 我們下集再見,拜拜